多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和纠缠态制备,是八大可扩展量子信息技术,特别是量子计算的最核心指标。 量子计算的速度,随着实验可操纵的,纠缠比特数目的增加而指数进提升。 然而,要实现多个量子比特的纠缠,需要进行高精度,高效率的量子态制备,和独立量子比特之间,相互作用的精确调控。 而量子比特数目的增加,适得操纵带来的噪声,缺扰和错误也随之增加。 这对量子体系的设计,加工和调控要求极高,对量子纠缠和量子计算的发展,构成了巨大挑战。 多粒子纠缠的操纵,作为量子计算不可逾越的技术制高点,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。 参见尾及其同事过去二十年一直在国际上,以领着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的发展,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光子的多个自由度的调控方法。 参见尾小组科研人员通过多年的不懈探索和技术攻关,研究组自主研发了高稳定达光子多自由度干涉仪,实现了不同自由度量子态之间的确定性和高效率的相干转换,完成了对18个量子比特的262144种状态的同时测量。 在此基础上,研究组成功实现了18个光量子比特超纠缠态的实验制备和银河多体纯纠缠的验证,创造了所有物理体系,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,该成果可进一步应用于大尺度,高效率,量子信息技术,表明我国际需的国际上引领多体纠缠的研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